最美香妃25岁车霍黎氏,葬礼善好友赵薇,林心如,范冰冰,苏友鹏,却没一个到场哀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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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,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每次寒暑假必播的,还猪格格似乎很久没有看过了,大家都长大了,需要工作,需要应酬,也没什么时间再看电视了。 更多的是用手机,用电脑,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感觉时间都不够用。 但是回忆起这部电视剧,还是会说小时候最爱看的就是这个了。 这部电视剧也被翻拍过,但是也是槽点满满,很多人表示别会经典,其实可以说,还猪格格里的主角全都火了,都是陷在娱乐圈里响当当的大咖。 但是最美的那一位却离开了,永远不在了。 刘丹,也就是海珠里面的香妃,香妃给人的感觉很美很柔弱,但是为了自己的爱情却又事不顾一切。 如果刘丹还活着,1975年出生的她今年也有42岁了,也是一位美人。 都说红颜不病,2000年的时候,刘丹在拍完电视剧《回去》的路途中,不幸发生了车祸,当时刘丹在车内睡着了,也没有戏安全带,导致她从窗户飞出重重的摔在地上,车上一行人却只有她一人失去了性命。 那个时候的她只有25岁。 天度红颜说的就是她吧。 举行葬礼的时候,还诸具组织有黄阿玛张铁林,令妃娟子和那场车祸的缴存者肖剑出席葬礼,作为圈中好友的赵薇,林心如,范冰冰,苏友鹏却没有来,难道行程忙的都不能来了吗?还是好朋友吗? 湘飞刘丹去世之后,世上再无湘飞,年仅25岁,真的是红颜薄命啊。 刘丹葬礼那天,来了很多人,国际巨星张子怡在葬礼现场哭成泪人,张铁林一直戴住墨镜,其实泪水早也模糊了双眼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都红颜吧。 整个排主剧组除了张铁林,唯一一个参加刘丹葬礼的就是令妃的扮演者,娟子。 刘丹生前和娟子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,葬礼那天,娟子哭了很久,他始终不愿相信,如此美好的他竟然就这么离开了。 很多人都在问,为何整个排主剧组织去张铁林和娟子,难道其他演员真的就这么不尝心吗? 可能现实真的如此,就像排主导演孙树培说,戏拍完了大家就像不认识一样,有谁会在意一个陌生人的生死呢?